亞太區的股票是具有相當吸引的收益率 令到投資者感到興趣 以往環球的投資者普遍認為 處於增長型地區的亞洲公司 是不會派發高額的股息 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因為亞太地區的股息率 都普遍高於世界其他地區 雖然公司可以將利潤再投放於公司發展 但亞洲企業更傾向利潤回饋股東 用作派息 因此收益率更高 隨著高通脹壓力在全球蔓延 各個央行都被迫迫迅速反映 收緊貨幣政策 包括減少買債、加息 到縮表等一連存行動 在這樣的環境下 債券的收益率最近急速上升 當債券收益率上升時 高收益的股票通常都沒有以往 那麼受投資者歡迎 因為市場上有更多其他的投資工具 但事實上 高收益的股票 通常會預購股息稅 雖然股息稅率會因為地域而異 但與亞洲相比 西方國家通常會徵收更高的稅率 例如美國一般會徵收30%股息稅 謹慎的投資者 如果希望獲得穩定的股息 又不希望被稅務蠶食 可以考慮亞太高股息率的策略